主播各位群網投資朋友大家好 封路其實在今天9點半鐘之前 指數還曾經一度的往上拉抬 尤其包括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非常弱勢的面板股 也是有往上拉抬的力道 3481的群創在10點鐘之前 甚至股價還翻紅 它繳出的財報數字非常好 連續兩季賺百億 第二季現在挑戰要再占新高 第一季就賺盈去年三年的總和 看起來財報數字非常好 但是面板最近的壓力來源 主要是因為4月份的營收 因為他們繳出來4月份的營收 其實都是越減的走勢 所以拖累了他們 包括了群創友達 最近的股價跌跌不休 今天往上拉 拉抬的力道好像不足 現在又被打下來 你怎麼來關注 我想其實今天台北股市 還是經歷一個主要是信心不足 那麼主要還是來自於疫情的擴散 那我們看到現在 有可能要再度的一個升級 防疫到第三級 所以今天早盤一下開機之後 順勢往下跌 當然也是因為美國股市 造詢一直呈現一個下跌 但是下跌完之後 順勢的一個拉回反彈 那反彈上來的過程裡面 剛剛曾偉所說到的 哇 面板其實基本上你看 其實獲利都是超過百億 而且EPS也超過一塊錢 像友達賺了1.25 那群創也賺1.15 那如果仔細去看 它這個價格真的很便宜 不過主要還是來自於 我剛剛所說的信心的一個缺乏 再加上疫情擴大 所以它在這邊是出現了一個資金 大外移 包括投信 在昨天其實是大賣了2萬多張的友達 然後外資也賣了4000多張 那你再看一下投信在昨天 又賣了4萬5千張的群創 那外資也賣1萬2千5百張 所以它在這邊回撤來到這裡之後 反而是前段時間你看到 它營收非常好 獲利有期待的一個資金 進駐到了面板之後 它出現了一個高檔的回調 所以短時間之內 我認為他們雖然營收都不錯 獲利也很棒 那四月營收 我覺得小福的一個回調 這也是因為四月有一個假期 再加上說又有缺料的一個狀況 可是我認為整體的一個格局來看的話 來到這邊我覺得投資朋友如果持有 不要過度殺低 因為疫情終會過去 那我看到今天盤面上的資金很多 他很聰明的資金 是先轉到防疫概念 但是大家先去留意 如果已經供到漲停 你再去追 追價的一個空間相對也比較小 那我不認為說 你在這邊馬上又殺出去你的電子股 或者是手中的傳產股 然後再去買進才會賺錢 我反而認為投資朋友 要先去找到 趁著下跌的時候 你去尋找誰會是台灣真正的競爭力 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整體看到台灣最強的競爭力 我還是認為是半導體 是高科技 那你看到今天其實在反彈過程裡面 率先反彈的一個全值股 就是2454的聯帕克 剛剛一度反彈到了平板之上 現在它的一個跌幅相對也比較小 但是你如果去看到之前跌升的IC設計的話 像3661的四星KY 現在還鎖住漲停板 那3228的金利Q它一度攻到漲停 現在是震盪打開 可是你在看相關的股票裡面 2436的微錢點也是有攻到了漲停板 4968的利基 它也是強勢的一個反彈 5269的翔索 甚至於是3529的利王 這還是高價股 剛剛都能夠往上翻紅 所以我說IC設計還是相對來講 是比較好的一個趨勢方向選股 那當然大家如果看到這些價格都比較高 那我們再去看一下 有沒有相關題材還在發酵 今天的一個重要新聞是 美國政府要邀請台積電 在5月20日出席半導體的高峰會 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 車用晶片缺貨是非常嚴重 對不對 那今天還有一個重要消息是MSCI公佈季度的調整 那當然幾家歡樂幾家愁 有人被善也有人被加 我們也都知道如果入選到MSCI成分股 法人對入選的股票會開始進行股票的增持 所以我們看到用這樣子的一個消息去幫大家找 如果說未來這個行情要往上走 誰會是領先的一個方向 我認為在這裡面就是IC設計 第二個它已經有跌升的 然後第三個它如果含有車用晶片的題材 還如果回到MSCI的話 我覺得把這些全部都集合在一起 反正有一家公司大家可以開始做留意 這個是代號2401的領養 那我仔細看一下它就具備了這一次入選到MSCI的個股 其實早盤都是比大盤相對來強 那它又是主攻在車用晶片 Adas還有就是所謂的一個人工AI的一個智慧晶片 而股價這一波修正其實從高檔回來來到季線附近 那我跟它今天很多股票回撤季線就轉強 大家先可以去看到2436的尾錢店 昨天回撤到季線今天還一度攻到漲停 而外資也有買進 3317的尼克森昨天也是回到的季線 而外資昨天也買了1100張 今天盤中也是一度的一個轉強 現階段也是相對大盤強 所以你來到了季線附近 位階如果相對比較低 而它的一個獲利成長空間也大 同時你又入選到MSCI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以用一個 比較正向中長期的角度來去觀察 我認為林洋的一個所在的一個 趨勢方向的一個產業 車用晶片我覺得絕對是未來長期所需要的 那我們沈陰附近看到一個新聞 美國現在的汽車都是擺在外面 都沒有拿去賣 因為都缺車用晶片 我相信汽車工業一直是美國的重要的基礎工業 那麼在最近裡面 即將要召開白宮的半導體會議 台積電也要被入選的話 我認為長期來看 相關車用的概念投資朋友 還是可以好好去做一個琢磨 好 封錄一點點時間 其實我們來看到IC設計 現在有一些個股是跌升出現了反彈嗎 現在開始有買單去拉抬 包括了之前非常強勢的驅動IC這個部分 龍頭指標股 3034的連勇 今天一度挑戰翻紅 但是下燒到盤下之後 現在又要再來挑戰回到平盤的位置 3545的敦泰 甚至在現在也是要來挑戰翻紅 4961的天域 天域現在也是有一些低階的買盤 進場去拉抬 這個之前比較強勢的驅動IC股 跌升之後 今天看起來 今天早盤的低點都沒有在跌破了 反而是有一些買盤進場去拉抬 你怎麼來做關注 好 我想這些都是跌的深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們還在缺貨 還在漲價 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下 雷勇他的狀況比較特殊 因為前往前真的開法說 那股價當然是跳空往上漲之後 遇到了均線壓力往下跌 那我發現它現在真的不是基本面的問題 它就是籌碼跟信心 那你看如果以整個技術面的一個結構上面來看的話 它昨天是跳空跌破季線帶量 而帶量的過程裡面 土洋對坐 投信法人賣了3902張 但是外資法人買了4759張 所以今天一度有進行翻紅 但整體的結構上面來看 它還是要去考慮一個新的一個底部支撐 在這邊進行打底的狀況 時間會比較長 畢竟投信是屬於長線買盤 但是外資它比較屬於短線的一個進出 所以它容易在今天震浪過程裡面 低接高出 我覺得這個投資民要特別去留意到 整個操作上面的一個邏輯 那你如果說其他另外兩檔的話 像4961的天羽 它也是昨天跳空跌破季線 好 那同樣的投信有在減碼 其實投信在前一段時間就已經持續性在減碼 所以它這邊基線趨勢向上 但是我認為它還需要一段時間的一個回檔整理 它這邊的低點我認為還有空間 3545的敦泰可能是結構最好的 它來到基線附近有進行守穩 那當然從高檔247跌到這邊163 已有一段的一個時間 不過我認為如果它的營收獲利表現這麼巧的情況之下 股價相對於其他兩檔還是屬於在200元以下的 那麼在這邊整理完成之後我認為還會有一個上檔的空間